好 在这段里面还发生什么军事上的事呢 最近的一个热点 有俩倒霉催的国家就打上了 那俩倒霉催的事跟中国有关系 对不对 金氏父子现在快传到金三代了吧 天生神将金正日将军 传出了少年英才金正恩将军 很坦白的说 中国没有走到这一步 乃是万幸之万幸 不能再说了 再说就出问题了 再说就出问题了 虽然我们也有毛将军是吧 好 我们在50年到53年 是不是有一个抗美援朝战争 对中国人民来讲 我们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我们说打败美帝国主义 是为了保卫新中国 对吧 今天根据解密的美国档案 苏联档案 包括日本那部一些档案 中国档案还没怎么解密呢 我们看到美苏这样的档案 发现美国从来没有在这场战争中侵略中国的企图 这场战争的首先发难者是金日成 金日成在发难之前是跟苏联有密谋协商的 跟中国也打了招呼通了气 中国不太热心 就是让金日成统一南方 统一朝鲜半岛 中国不太热心 中国当时给出的一个推辞 一个托词 就是我们解放了台湾以后 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统一朝鲜 但中国解放台湾是遥遥无日的 因为美国第七舰队跟着戈尔 所以金日成很失望 此后就甩开中国跟斯大林直接谈 斯大林最后默许了他统一朝鲜的这个尝试 或者叫政治军事冒险 那么最后他跟中国同志打招呼的时候 是完全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的 毛泽东问他说 那你既然已经决定了 斯大林同志都同意了 那我们给你什么帮助呢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 苏联同志已经给我们足够的帮助 那你说中国人还跟着掺和什么呀 丧不大眼的 对吧 那么就甭管了 钱那边祝你好运吧 最后打成那鞋子得呀 向中国呼救 呼救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中国被迫要熊啾啾气昂昂 渡过亚鲁江 我们当时有一个非常难的地方 就是什么 我们被苏联人给玩了 苏联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起到任何好作用 首先他默许金日成挑衅 然后美国一干涉 他又推动中国去替他火灯取利 中国是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老大让咱干活咱不敢不干 但是以毛泽东的性格真不想干 可是不干对中国的威胁太大 因为不但美国会囤兵你的家门口 甚至有可能侵略你 而且你把老大哥给得罪了 想怎么混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不是那么乐意那么情愿去的 但是没办法 没办法去的 那你知道我们最后取得的结果是什么 打回三八下了是吧 你知道中国曾经到过三七线吗 中国到三七线的时候 美国为首的联合国曾经向中国提出来停战 如果中国接受那这个战争就是咱们穷 中国没有走到这一步 乃是万幸之万幸 不能再说了 再说出问题了 再说出问题了 虽然我们也有毛将军是吧 好 我们在五零年到五三年 是不是有一个抗美援朝战争 对中国人民来讲 我们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我们说打败美帝国主义 是为了保卫新中国对吧 今天根据解密的美国档案 苏联档案 包括日本那些档案 中国档案还没怎么解密呢 我们看到美苏这样的档案发现 美国从来没有在这场战争中侵略中国的企图 这场战争的首先发难者是金日成 金日成在发难之前是跟苏联有密谋协商的 跟中国也打了招呼通了气 中国不太热心 就是让金日成统一南方 统一朝鲜半岛 中国不太热心 中国当时给出的一个推辞 一个托词 就是我们解放了台湾以后 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统一朝鲜 但中国解放台湾是遥遥无日的 因为美国第一舰队跟着戈尔 所以金日成很失望 此后就甩开中国跟斯大林直接谈 斯大林最后默许了他统一朝鲜的这个尝试 或者叫政治军事冒险 那么最后他跟中国同志打招呼的时候 是完全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的 毛泽东问他说 那你既然已经决定了 斯大林同志都同意了 那我们给你什么帮助呢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 苏联同志已经给我们足够的帮助 那你说中国人还跟着掺和什么呀 丧不大眼的 对吧 那我们就甭管了 前上那边祝你好运吧 最后打成那鞋子得呀 向中国呼救 呼救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中国被迫要熊啾啾气昂昂 渡国亚鲁江 我们当时有一个非常难的地方 就是什么 我们被苏联人给玩了 苏联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起到任何好作用 首先他默许金日成挑衅 然后美国一干涉 他又推动中国去替他火灯取利 中国是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老大让咱干活咱不敢不干 但是以毛泽东的性格真不想干 可是不干对中国的威胁太大 因为不但美国会屯兵你的家门口 甚至有可能侵略你 而且你把老的哥给得罪了 咱怎么混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不是那么那么乐意 那么情愿去的 但是没办法 没办法去的 出问题了 虽然我们也有毛将军是吧 我们在50年到53年 是不是有一个抗美援朝战争 对中国人民来讲 我们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我们说打败美帝国主义 是为了保卫新中国 对吧 今天根据解密的美国档案 苏联档案 包括日本那部一些档案 中国档案还没怎么解密呢 我们看到美苏这样的档案发现 美国从来没有在这场战争中 侵略中国的企图 这场战争的首先发难者 是金日成 金日成在发难之前 是跟苏联有密谋协商的 跟中国也打了招呼通了气 中国不太热心 就是让金日成统一南方 统一朝鲜半岛 中国不太热心 中国当时给出的一个 推辞 一个托词 就是我们解放了台湾以后 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统一朝鲜 但中国解放台湾是遥遥无日的 因为美国第一舰队跟着戈二 所以金日成很失望 此后就甩开中国 跟斯大林直接谈 斯大林最后默许了他 统一朝鲜的这个尝试 或者叫政治军事冒险 那么最后他跟中国同志打招呼的时候 是完全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的 毛泽东问他说那你既然已经决定了 斯大林同志都同意了 那我们给你什么帮助呢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 苏联同志已经给我们足够的帮助 那你说中国人还跟着掺和什么呀 丧不大眼的 对吧 那么就甭管了 瞧上那边祝你好运吧 最后打成那茄子德样 向中国呼救 呼救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中国被迫要凶啾啾气昂昂 渡过鸭鲁江 我们当时有一个非常难的地方 就是什么 我们被苏联人给玩了 苏联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起到任何好作用 首先他默许今日成挑衅 然后美国一干涉 他又推动中国去替他火灯取利 中国是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老大让咱干活咱不敢不干 但是以毛泽东的性格真不想干 可是不干对中国的威胁太大 因为不但美国会囤兵你的家门口 甚至有可能侵略你 而且你把老的哥给得罪了 咱怎么混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不是那么乐意 那么情愿去的 但是没办法 没办法去的 那你知道我们最后取得的结果是什么 打回三八下了是吧 你知道中国曾经到了三七线吗 凶啾啾气昂昂 渡过鸭鲁江 我们当时有一个非常难的地方 就是什么 我们被苏联人给玩了 苏联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起到任何好作用 首先他默许今日成挑衅 然后美国一干涉 他又推动中国去替他火灯取利 中国是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老大让咱干活咱不敢不干 但是以毛泽东的性格真不想干 可是不干对中国的威胁太大 因为不但美国会屯兵你的家门口 甚至有可能侵略你 而且你把老的哥给得罪了 咱怎么混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不是那么乐意那么情愿去的 但是没办法 没办法去的 那你知道我们最后取得的结果是什么 打回三八线了是吧 你知道中国曾经到了三七线吗 中国到三七线的时候 美国为首的联合国曾经向中国提出来停战 如果中国接受 那这个战争就是咱们穷 中国没有走到这一步 乃是万幸之万幸 不能再说了 再说出问题了 再说出问题了 虽然我们也有毛将军是吧 我们在五零年到五三年 是不是有一抗美援朝战争 对中国人民来讲 我们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我们说打败美帝国主义 是为了保卫新中国 对吧 今天根据解密的美国档案 苏联档案 包括日本那部一些档案 中国档案还没怎么解密呢 我们看到美苏这样的档案发现 美国从来没有在这场战争中侵略中国的启动 这场战争的首先发难者是金日成 金日成在发难之前是跟苏联有密谋协商的 跟中国也打了招呼通了气 中国不太热心 就是让金日成统一南方 统一朝鲜半岛 中国不太热心 中国当时给出的一个推辞 一个托词 就是我们解放了台湾以后 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统一朝鲜 但中国解放台湾是遥遥无日的 因为美国第一舰队跟着戈二 所以金日成很失望 此后就甩开中国跟斯大林直接谈 斯大林最后默许了他统一朝鲜的这个尝试 或者叫政治军事冒险 那么最后他跟中国同志打招呼的时候 是完全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的 毛泽东问他说 那你既然已经决定了 斯大林同志都同意了 那我们给你什么帮助呢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